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编程的习惯 那编程的习惯呢 在这的话呢 我们会增加一些文件件 这些文件件基本约定俗成 当然来讲 如果你的写代码的这个团队 那么如果说他有其他的编码规范 那么走其他的编码规范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遵循我这套编码规范 好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边呢 首先可以建有一些文件件 我们来看一下建哪些文件件 我们也会亲手把它建出来 首先第一个config config位置建在哪呢 config位置建在这个 这个跟02在底下 在这 就是他基本是在最根目录 我们建一个folder叫config 这个是用于干嘛的 这个是用于一会放webpack的 这个config file的 这个东西回头我们后面还会再说 后面我们会在这里把它写下来 但是现在我们先把它放在这 第二个叫public public这里面放的是什么呢 是不打包的静态资源 我先把它写上 那么和不打包的静态资源相比 还有一个东西叫打包的静态资源 打包的静态资源放在哪 放在这个src底下 开一个新的文件夹 叫asset 或者asset ok这个东西呢 我跟大家说 大家把这俩东西连在一起寄 就是有些东西 什么叫静态资源 比如图片 这叫静态资源 然后icon 这叫静态资源 字体 这是静态资源 css文件 这是静态资源 那么静态资源 其实来讲 它不参与到javascript里面 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是说 从 从你打包的角度上来讲 无非就是 就是在wipack空间看来 这个静态不静态 相当于谁 你说 css是告诉你静态的 我在里边做一动画 我那动画弄一地步满天飞 好 我说的不是这意思 我们还是说那三个空间 静态空间是对第三空间 是对wipack空间来讲的 也就是说 什么样的东西 在wipack期间是有用的 那么一定是javascript 而且是那些 对整个wipack 有作用的这些javascript 这些代码是有用的 而css文件也好 图片文件也好 它就是把它拷贝过去 然后弄一个链接 也一天src 或者一天什么href完事了 所以这些东西叫静态资源 它所谓的静态资源是拷贝 那么对它一个wipack来讲 它就是拷贝 然后它没 它干不了别的 顶多改个文件名 如果你愿意的话 那么所以在这里面 就会出现两种 一种是这个asset 如果搁在srcasset里面的话 那么它最后会打包到什么东西里面呢 它会打包到那个bill的底下去 它会把它变成 bill的底下一个文件 甚至有的会直接打到 那个bundle.js里面去 这个东西叫做静态资源 也就是说 它随其打包 也就是它在用的时候 你不需要再拷贝它 也就是你只要有了 这个bundle.js 你上线的时候 上线哪个东西 我说一下 上线那个bundle.js 其他东西不用上 如果这个时候 你有bundle.js的话 那么这个东西就上去了 就是你不用单独再拷贝它一遍 但是如果是public的话 这些静态资源 是要你手动整个 烤到系统上面去的 它打包的时候 它不会给你放到bundle 也就是它不会把它 给你烤到bill的底下去 能理解吗 我们会看到 这有一个 这个bill的是我们整个 在整个webpack过程中生成的 你会看 这有一个bundle.js 一会我们还会再注意这个事情 然后的话 底下是components components里面是组件 也就是未来 比如组件的话 我们不会 因为底下可能有一大堆组件 我们不会直接放到 那个src底下 我们会把它放到components里 那么我们再来把它也建一下 src 好 建一个components 然后呢 这在有pages 有的时候会有页面 页面和components是不一样的 页面是一个更大级别的东西 那么页面来讲 我们会把它放到pages里面去 然后呢 还有一个东西是store 我们刚才看了一遍 这个store呢 是用于存放如redux的数据 这个呢 要说一点啊 就是说 在react里面 我们其实会看到 view和mode 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具体在讲 就是这 现在这种组件和组件之间 数据更新的这种方式 相对的比较难于管理 也就是Facebook在整个 看完这个问题以后 他说这种原始的MVC结构 其实来讲是不符合他的要求的 那么他会创造一种东西 叫redux 所以redux这个东西呢 事实上来讲是帮助组件 就是更新数据以后来更新view的 但是他定义了一个更加严格的规则 所以在这里边呢 我们未来呢 也会用到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文件价建在这 建在这 现在不用 不对 New Folder 这个地方呢 是store 好了 到现在为止呢 这个文件价也建完 未来我们会再一个一个去添这些文件价 那么这些东西呢 就是Webpack的一个环境 こういう文件价格 现在又有个儿童的文件价格 就是很大的文件价格 我们应该不得再一次 都能复权一下 本我们可以赶紧 还能复权一下 还有我们想要互相 我们可以赶紧